在今天的這場比賽 墨西哥跟日本一戰 這一場的比賽會關乎到他們能否來晉級到超級循環賽的一場比賽 攻擊不容易 三陣 這個滑球再來一個好球了 也讓布瑞斯亞嘎揮棒落空 三陣出局 形成了這個半局的第二個出局輸 就有拿到勝利 而這球揮棒落空 三陣出局 也結束了墨西哥對一局上半的進攻 這一球擠出去在右半邊方向的平飛安打出現 第二球打出安打 右外的一個平飛安打 夜上的寶澤啟動了 這球傳向二壘這邊來 速度比較快 倒壘成功 靠著選球 獲得四壞球寶宋 這球擠出去在左半邊方向要直接轟不浪了 哇 咬中啦 好大隻的三分炮 哇 終於打出來了 全力打 居詠佑的三分炮 讓日本隊在一局的下半直接灌進了三分 身材很好 就是阿達利要出來了 對啊 其實power是真的有夠啦 也沒問題啦 力量都不成問題啦 你重點是要咬中啦 這球擠到了中間方向 要落地行程安打了 剛好落在了中外野手面前 打者是第五棒的山景蓮 這要有力量 夜裡向了跑者啟動了 往二壘這邊傳傳篇 要傳到中外野去了 沒有跑三壘 所以來了一個倒壘成功了 這球到中間方向 平非安打 擋下來 擋下來 是 這個距離確實不夠 二壘向的跑者衝到本壘 迴轉也快了 是 確實沒有踩進去的感覺 而這球是好球進來 打者遭到三陣 不過一壘向的跑者趁著這個機會 來到了二壘 出棒速度 這個外角球打穿一二壘防線 三壘向的跑者回來得分 二壘向的跑者被擋下來 傳一壘 這邊是safe 安打 捏頭外角的話 他等於是一個紅中的 也就是在打者這邊站位的一個問題 滾地球在三壘間打穿防線 又是一支安打了 很廣角 好球帶也比較小一點 安打 安打 剛剛好越過了優勤手的頭頂 而且這個球還要一路滾到後面去 要得分了 得分了 本壘之後要衝回來 這球回傳到本壘 來不及了safe 很有自信 傳三大翔的跑壘速度夠快 這也讓日本隊 兩支的安打 就直接攻下了一分 就知道一定有了 變化球了 又有了 又直接撈出去了 確信不再來 好厲害 連兩大席開轟 好厲害 如果說剛才傳三大翔 又留在壘包上面的話 這又是一發三分炮 不過這是一個兩分打點的全壘打 內野的反彈球 一壘這邊 這是在界內的滾地球 而且滾到了全壘打牆 現在打者要衝二壘 這一個球的一個回傳 兩個彈跳 來不及 三井連 這是一支二壘安打 哇 露到後面去 二壘上的跑者 現在來到三壘 是沒問題的 內野的反彈球 三壘這一邊 有籃到 鋪到起身傳一壘 但是來不及 內野安打 是 不過santiago Garcia 能夠把這個球擋住 很厲害 手臂也確實可圈可點 很厲害 手臂也確實可圈可點 這一球 打到了在中左之間 要去追嗎 不用了 這一球又出去了 三分炮 三分炮 和田劍物 接續著 昨天有滿罐炮的表現 這是一發三分打點的全壘打 讓日本隊現在施比零了 這球擠出去到中間方向的飛球 中二野手要再往後推 跳 沒有辦法接到落地 是行車的安打 現在要上到二壘 打者是上到二壘了 是二壘安打 當時是打在了游擊上空 一路滾到幾乎全壘打牆 現在又獲得了四壘球寶送 四個人打出去的完全全壘打 沒錯 這球在一二壘之間穿越 形成了安打球 在優愛野手這邊的回傳 一個彈跳到本壘 結果二壘上的跑者先衝出來了 但這個傳球傳偏了 傳到中文也去了 結果反倒這個傳球 是讓三壘上的跑者回來得分 烏龍跑壘反而制造了 墨西哥隊的傳球的一個 一個失誤 是 用球數應該是11球吧 這球擠出去三壘這邊的一個 強勁反彈 沒有辦法攔下來 投手犯規 沒有停頓了 一個機會了 又是投手犯規 又抓一次 投手會亂掉 現在林木英人 有點摸不著頭緒 有兩段 對 他是有兩段式的投手動作 他先挺一次再上來再挺一次 對 現在就是直接停在胸口這一邊 內野的反彈球 投手這邊把球放了過去 後面的二壘手 接到之後傳向一壘完成了刺殺 不過呢 因為兩次投手犯規喔 所以Galcia 在三壘這邊是跑回來得分 內野的反彈球 三壘手衝出來接 不過後面的遊擊手 可能被干擾了一下 接到球之後傳向一壘 一壘這邊是Sick 失誤了 失誤了 失誤 要求三壘球 這個球擊到了在中間方向的一個飛球 中壘野手必須要往後退 可是這個球是一個歐拔的飛球 滾到了全壘大牆前 越來越上的跑者通過二壘手來到三壘 這壘球的一個回川 到本壘這邊已經是來不及了 二壘安打 這個球打的距離夠了 看起來中壘野手也守得比較淺 對 這球確實守得非常的淺 這也讓Lopez擊成了一支二壘安打 歐把了二壘安打 送回了前衛的跑者安後Ponse 這球擊出去在左半邊方向 左外野手又不去追球了 哇這一顆球 是一發solo home block 各兩發 喝點煎烏烏在今天也是單場雙響炮 一號三壞 還是壞球 保送 會常講到哪一個球員 具有獨到的領袖氣質 對對 哇又四個壞球 五十球囉 哎呀這個球鋪手擋到旁邊去 壘包上的跑者 都往前推進一個壘包 爆頭了 還是形成了壞球 四壞球保送 五局的上班連三個四壞球保送 把壘包繼承得滿壘 沒有問題了 這球打到的中間方向的一個平飛球 中華野手追上前來把這個飛球給揭殺 三壘上的跑者 靠著這個飛球跑回來得分 這球滾力球在壹壘手的正面接到 傳給捕手 捕手再往壹壘傳 壹壘這一邊 奧倒 哇 更窄 結果何田建物是敲了一個 低批啊 雙殺打 還是用英文來寫下了他的一個 舉數 這一球滾力球在壹壘手的正面 接到傳給捕手 捕手再往壹壘傳 壹壘這一邊 奧倒 哇 更窄 結果何田建物是敲了一個 低批啊 雙殺打 還是用英文來寫下了他的一個 對於墨西哥隊來講 現在贏來了六局上半的進攻 在三游間三壘手衝出來 接到之後傳向一壘的 一壘的 腳已經是離開壘包了 這一球擠出去 在左半邊方向的一個飛球 左外野手看著球出去了 紅布拉 紅布拉 墨西哥隊突起來來了一發 打兩分砲 就是第二棒的 Gallardo 所敲出來的兩分打點 全雷打 這個火力也要展演一下 展示一下 你如果是領先一分 這個時候是被逆轉 所以還好是領先九分 是 老師會身心棒球場上 什麼狀況都有蛋 這個球打到頭 喔 Bresiaga現在倒地 哎呀 這個球 直球了 腦震盪才好 打到頭盔 不急不急 讓他休息一下 不要急著趴起來 是 這個外角 新球的壞球 四壞球保送 被全雷打之後 投了一個頭部出身球 然後再投一個四壞球的保送 這個球 三壘手出來接到 傳向二壘這一邊 結果是一個爆傳失誤 壘爆上面滿壘 武士哥隊 哇 靠著日本隊的傳球失誤 要繼續 進攻 中華隊也打過全雷打 這一球急出去 在左半邊方向的一個飛球落地 是形成了安打 賽內上的跑者回來得分 來高上面繼續是滿壘 劇情慢慢接近了 揮棒落空三陣 傳一壘這邊taxi 那終於是抓到了第二個出局數 哇不容易了 對 第二名是韓國隊 這一球急出去 在中左之間 左外野手這一邊 哇 雖說橘連刺的判斷上面 稍微有瑕疵 可是最後一刻還是完成了接殺 也終於是結束了 墨西哥隊呢 在六局上半的進攻攻下了三分 可是日本隊 最後呢是以十二比六 來擊敗了墨西哥隊 收下了比賽的勝利 那也恭喜日本隊 進入到了超級循環賽